谢谢大家 我是永庆来自小米 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小米在存储计算的实践 今天的内容主要是两部分 一部分是我们回顾一下 存储计算的发展史 然后去洞察一下这里面有哪些关键点 第二部分就是针对这些点 我们去落地存储计算 是如何实践的 首先来看一下存散偶核 存散偶核的架构 有它的时代背景 我们在过去 基本上都是百兆的网卡 千兆的都很少见 一台机器 次盘HDD大概是400兆BPS 这样的一个吞吐 我们一般一台机器装8到12块盘 这样的话我如果要发挥整台机器 它所有盘的能力 那网卡 它所需要的网卡的贷款 就是远远超过当时网卡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就是通过Data Locality 去减少云计算过程中数据的传输 在这个过程中 这些年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其实从我们的视角看 有很多个变化来促成存算分离的架构的演进 第一个就是网络网卡硬件的发展 尤其是万兆网卡的普及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Facebook他们做了一个测试和topic 当时就是讲 就是说在网络不成为平静的情况下 基本上我通过远程的IO和本地的IO 基本上差别不大 第二个就是说存算分离 无论是在容量规划上 还是服务升级 以及甚至团队的效率上 都会有很大的提升 第二个变化就是数据量大规模的增长 基本上年复合30%以上 这时候数据的存储成本就是非常的高 那以S3为代表的对象存储 成为云存储的事实标准 这里面就是我当时看Snowflake论文 印象特别深刻 就是他说他们花一些时间去研究 说与其把这个时间投入到存储的键上 他们发现怎么都无法超越S3 那还不如把这个时间花在上层的缓存 以及调度层面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在这个时代如何去用好对象存储 其实会成为企业的竞争力之一 第三个变化就是计算层面硬件的发展 一个是ARM的这个CPU架构在云计算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服务市场 其实还规模每年都在增长 小米也是用了这个阿里的这个倚天710 小米IDC主力机型呢 就是X86的这个inter这个CPU的代系比较低 所以呢当时我们做了一个测试 就是一天710把这个IDC的这个相比X86 这个这一代系的CPU资源减半之后呢 它的性能还能提升30% 对 当然当然这个根据我们测试的这个经验啊 就是X86最新的这种像这个 他们叫什么 百晶系列的这种高端的这个新一代的CPU 其实跟ARM基本上这个单单单单位这个核数的 这个这个性价比基本差不多了 对 第二个就是CPU这个SIM指令级的这种 呃硬件的发展啊 当然还有软件的发展 我们在这块主要是说 在这个呃 inter的CPU和ARM的这个CPU呢 都去呃应用这个项量化的这个项目 啊 Gluten 对 这块基本上整体能平均有50%以上的这个体效 对 第四个点就是计算走面的这个呃 软件的这个发展啊 对 对 尤其是胡仓的这个呃 这个这个这个热度啊 让这个烈格 维绕列存的一些这种优化 包括这个高效的这种压缩啊 ZSTD啊 这个the order filterindex等等 它们整体上会有10%到40%的这个呃 收益的这种提升 尤其是刚才常老师也提到HBase 其实我们在HBase通过ZSTD 其实基本上能拿到30%到50%的收益 第二个就是项链化编程 因为刚才讲这个SIM指令机 它是一个硬件和软件配合的一个事情 第三个就是这种早期的Sport实力 以及现在比如说ECI的 这样的一些面向continent的弹性 它会让整个计算也会更加的高效和灵活 这块小米也有一些实践 整个这些变化 大家会发现无论硬件还是软件的这些变化 其实最终我们观察 它都是围绕基本上三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就是IO层面 它是尽量去减少 无论是硬件网卡的发展 还是软件的发展 都是尽量去减少IO的消耗 第二点就是存储 让存储更加的低点 第三个就是计算更加灵活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从我们视角 然后Snowflake和Data Breaks 这两家公司我们认为也推动了 就是Big Data领域 从Hadoop的架构 然后向Lakehouse架构的一个演技 那整体这个架构 其实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我们从底层的存储 从EBS HDD 到对象存储 包括现在HDFS和Hale 换成胡到Catch 包括上面计算 我预留资源的这种形式 到极用极付 按量付费的这种形式 我们看存算分离架构演进之后 我们整体看存算分离 它本质就是一个经济战 这本经济战 其实它核心是看它的资源模型 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资源模型 基本上在我们刚才看到的架构 它整体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比如说存储 比如说HDFS和EBS 基本上是9副本 从单价对比 对象存储 基本上有一个数量级的这种对比 从计算的角度来讲 无论是向量化的计算 还是弹性的资源 基本上都能够有30% 甚至更高的这样的受益 当然胡仓这个架构的演进 它就整体带来了 就是更灵活的 更多的这种计算层面的优化 包括IO 这个filter index等等的这些 这些也会有很大的提升 对 所以整体下来 它会让存算分离架构的演进 会让它的资源模型发生变化 从而让它的成本发生变化 对 我们说极致的性价比 OK 好 那如果有落地这样的一个架构 它大概会有什么样的挑战呢 在小米落地的过程中 主要是这样几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多元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 从上面这个架构来讲 它存储的整个底座变了 变成公元云了 当然小米没有去自建对象存储 这就像Snowflake说的 我们还是把精力聚焦在上面这一层 那如果用对象存储呢 就是我不能绑定一家云 因为绑定一家云 无论是从商业层面 还是说从技术层面 都是不利于使用云产品的 所以这会带来第一个挑战 第二个挑战就是 在整个上云的过程中 一定是存在非常长时间的混合云的情况 也就是四维云和共云并存 那这个时候你怎么去 因为四维云和共云云之间 它一定是有这种企业的这种专业 专线带宽来连接 对吧 然后在这种情况下 你怎么去协调这个IO型 计算型 以及这个Shuffle等等 这些问题怎么处理 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挑战 第三个就是对象存储本身 在我们这个过程中 其实发现对象存储 除了它的高延迟以外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API调用费用 尤其是热数据 当你上云 当它的下游的血缘 非常的多的时候 这时候你的API调用费用 是会超过存储费用的 这个是我们在生产上 遇到的真实的一个情况 然后第四个点 就是统一元数据 统一元数据 其实这块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Big Data领域 有一句 大家经常说 没有一个系统能满足 所有的这种问题 那无论是存储而计算 这么多的系统 就是用户它在使用的过程中 它是一个 这个体验会 如果能通过统一的元数据 它会有一个非常 跃迁的一个体验 对 那尤其现在这个大模型 这个背景 那又有AI的这个情况 Data AI一体 那怎么能让用户一体化的 去使用这些组件呢 我觉得这是我们认为 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好 接下来讲一下 就是小米的具体的落地 主要是 分为存储和计算两方面 存储呢 就是 首先是 HDFS 其实在去年我们分享了 就是小米在HDFS 分层架构的一个 一个眼镜变化 那到现在 其实眼镜到第三个版本 它整个架构是非常的 简洁 对 然后小米 小米的HDFS分层架构 重点解决的是什么呢 是温数据和冷数据的 这个上缘 以及对象存储 下面我们会 就是讲 就是GISBURG的呢 它其实是解决热数据上缘 对 然后HDFS分层这块呢 我们重点建设的就是 我们叫proxy叠 本质上就是 去做云下 云下HDFS 和云上的这个 对象存储的 数据的搬迁啊 以及管理啊等等 对 它大概分几个模块 就是像这个 MORE这个模块 它主要是从这个 云下搬到云上 然后RAID呢 是云上去往云下的 JC呢 去识别这个垃圾对象 以及这个过期的这种数据 对 好 那随着这个数据壶的这个发展啊 其实整体上我们发现 刚才前面也讲 整个的这个在计算层面和存储层面 都会更加的联合 所以我们也在积极拥抱 就是数据壶这个 这个on对象存储 那数据壶on对象存储呢 它重点解决的就是 热数据的这个上原 并最终我们希望就是热温冷 都能够去对象存储化 对象化存储 对 好 这块呢 我们在去做壶上原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架构网 我们在壶和这个对象存储中间 还是加了一层 这个叫FailFS的这个 这一层 然后同时呢 基于我们统计的这个原数据中心 然后去做壶仓的这种原数据的这种操作 对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重点评估的主要是考虑三个因素 第一个因素就是performance 就是从我们测试的结果来看呢 就是S-Borg无论是基于HCFS 还是说共用云的这种 OSS HDFS等等啊 它整个相比on HDFS性能都会有20%到40%的下降 对 所以这个问题可能是我们上原过程中要重点解决一个问题 第二个就是对象存储的这个API调用 这API调用费用刚才也讲了 它会尤其是在热数据以及下游血缘比较丰富的情况下 会成为一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这个数据校验 大家可以看就是说上原过程中一定是伴随着数据的搬迁 对 数据的这种处理 这个过程其实我们历史上也发生过 就是因为数据校验而导致着丢数据的问题 对 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非常重要的三个点 基于此我们其实是用了两种架构 第一种架构就是我们整张的这个数据表 就是无论你是热冷还是温 全部都到云上去 基于S-Work 第二个就是它的调用费用实在太高了 我们就采用这个热数据在HDFS 然后温和冷在这个对象存储上 大家可以看就是这个就是整张表全部到这个云上 那胡仓的这个表格 这个灵活性就决定它有一个非常大的优势 就是说它可以从任何一个分区开始去做切换 从而完成这个多路径的这种管理 这种灵活度为上原提供很大的便捷性 比如说这种像整张表道运上 我们基本上就是在计算层面选择一个时刻去重启 然后把这个它的这个分区呢 新建一个新的分区在云上 然后就切到云上 切到云上之后呢 由于胡表格它本身原数据可以去记录 你的数据具体在哪个location 所以这个过程还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一致性的问题 对 好 那这种场景主要是适用于什么 适用就是说 一个是说它的那个下游的这种调用频次不是那么高 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它的存储对应的这个计算的作业呢 它对延迟没有那么敏感 因为我刚才讲就是说这个对象存储 你到了对象存储之上 这个相比HDFS它的性能都会有20%左右的这个下降 对 好 第二种就是这个热数据在云上 然后这个这个温冷数据在云下 这种基本上就是说 这还是SVOOC HDFS 但是我们会有一个一个一步的这个程序 然后它去识别这个热和这个这个冷的情况 然后一步的到云上去 对 那这个时候又体现到这个胡仓的它的一个优势 由于它的这个快照的机制 就是我们只需要在搬迁这个云下到云上数据的过程中呢 就是我真正搬迁完了 我去Commit之后 那然后才做这个数据的促改 所以也不会有什么数据一致性的问题 对 但是这种架构毕竟它还是相对比较重的 我们是期望就是说 这种架构它存在的意义就是说 当你这个调用次数 尤其你这下游的血缘比较密集 调用次数 有可能是超过存储费用的这种 我们一定要把这个数据放在云下 对 当然长期的话 我们还是期望统一到一套架构 也就是上面这个架构 如果说统一到一套架构的话 我们接下来需要去建设这个 就是基于对象存储之上的这个Catch这一层 目前这一部分也在 内部也在这个开发当中 对 好 那前面是存储的这个情况 接下来讲一下就是 这个计算和调度的这个混合云 计算调度混合云 小米主要是基于Young Federation 去做的这个事情 那整体上呢 上面是就是这个 对外是一个逻辑 逻辑集群 然后呢它下面分为多个物理子集群 物理子集群 主要的部分就比如说 第一个子集群主要是IDC IDC的这种基于裸金属上搭建的 然后呢第二部分就是 对IDC这种就是它扩容起来 扩展性比较差 第二种就是这个基于云上的这种 像ARM机型啊 Sport实力这种 可以做这种小时级别扩展的 这样的一些资源 第三种就是基于这种container 包括现在的这种 这个这个面向 就是公用云的一些ECI的产品 对 小米内部主要是 米KS 我们的这个容器的一些 一些POD 它可以做这种秒级的这种延伸 然后 那私有云和公用云之间呢 会通过这个 就是 专线来做链接 对 那这样的一个架构 它里边有几个关键点 第一个关键点就是说 这个专线带宽 第一是很贵 第二就是它一般容量特别特别小 对 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就是我们 我们 我们之所以采用Federation很大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 我希望这个云下的 Cluster和云上的Cluster 它在这个计算的这个Supple 它能够收敛在这个Cluster的内部 而不是让它的Supple去跨转线 因为一旦Supple跨转线 这个Io的放大就会特别高 对 这样的话 钻线是会成为一个明显的瓶颈 对 第二个点就是云上的这个Supple呢 因为大家知道 你像Arm和Supple这些 其实大部分都是计算型嘛 就是计算密集型 所以这时候需要去结合这个RemoveSupple 对 RemoveSupple我们用的也是Apaq的这个Caliburn这块 对 好 这是第一个就是关于Supple这块 第二个呢 大的点就是 我们的任务是怎么在这个架构里面去分发的 对 就是所有的作业呢 它其实在调度之前呢 都会去做这个预计算 然后去计算说 这个作业我要放在哪个Subclass 要放在哪个对列里面 然后它大概就是说有多少的比例 就是这个对列里面有多少的比例 会分发到这个Subcluster 对 然后这个主要的计算就是根据我们叫作业和资源的画像 对 然后作业资源画像呢 主要是这里面举的一个例子 就是比如说作业它主要有优先级 Io的一个情况 它运行多长时间 包括它历史上使用多少的计算资源 那这个资源的画像主要是刻画上面这个混合源的这个不同的class 它的一个资源类型 对 包括比如说它是这种计算 计算类型 它是可以 IDC的 是可以去跑这种常驻的 你像这种Sport的实力 就不适合去跑这种常驻的作业 对 好 那在整个过程中呢 基于这套架构 其实刚才无论是上云 还是混合的这种调度 最终 存算分离 它还是为了降本嘛 那降本最终还是要把机器缩下来 对 那在机器缩容的这个过程中 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保证这个高优 高优作业的高优任务的这个数据产出 那在这一块呢 就是我们基于 样做了两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 我们根据作业调度的这个基线 然后会把它透传到样 样会把基线的优先级 作为它自己的优先级 同时再结合样 做了一个样对列内的一个优先级抢占 也就是高优抢占低优 这样的话呢 就是从这个作业调度到资源调度 这个优先级这个透传 来保证高业作业的这个资源的保障 第二个就是 在这个机器下线的过程中 肯定是尽可能的去压榨这个机器的资源 所以一个是我们对这个利用率是很看重的 基本上小米内部离线的这种CPU的利用率 基本上都能达到平均70%以上 然后峰值都是八九十这样子 对 那这个主要是很大的重要的一块 就是通过两个点 一个点就是通过超卖 对 第二个点就是保障单机的稳定性 主要是通过Cgroup去做这个隔离 对 那Cgroup做隔离呢 这个时候也会用到上面这个优先级 就是当你发生这个超越这个单机的这个资源的这个限制呢 它会做这个OS的这个OMCular 这个时候呢就会优先去选择这个DU的去做Cure OK 好 在这个存储这个上云以及计算整体的这个混合调度呢 其实还是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收益啊 就是小米目前在云上的数据差不多有百P以上 然后其中icebook的这套架构对应的大概有几十PB 同时云上的这种核数我们大概使用了几万核 对 因为有就是一些数据没有办法特别精确啊 对 但是整体最终的结果就是说数据IDC的整个成本是降低了40% 对 这个这个比例还是非常非常大的 对 大概是两年的时间吧 两年的时间IDC的成本降低40% OK 好 那我讲一下未来的 未来的话主要是三个点 第一个点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统一元数据 对 就是我们从内部的实践来看 用户在面对这么多存储 尤其是现在如此多的这种计算组件 它其实它去通过计算引擎去维护它这个元数据 这个体验是非常差的 而且你需要给它提供各种文档 各种人工支持去告诉它应该怎么配置 但是有了统一的元数据 它只要通过一个三段式的这种catalog 它就不需要关心具体应该怎么配置 所以统一元数据在我们看来是非常非常重要 这块呢 我们其实目前也在跟Graphitino合作 对在做 目前我们Graphitino主要是落地AI层面的元数据管理 对 尤其是在Big Data领域这个引擎已经足够多了 那现在就是在AI的背景下 我们觉得统一元数据其实是更加必要的 对 所以我们也在积极拥抱这一块 积极建设 第二点就是存储 存储刚才讲就是 我们其实SBug on对象存储是对应两套的架构 我们希望最终合并成一套 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中会去建一个中间层 就是统一的文件存储 重点是建设catch这一层 对 然后第三个就是我们想把项链化计算的规模扩大 现在项链化计算在线上的整体的比例 大概只占到了10%以下 对 所以这块还是要继续扩大规模 好 以上就是我今天的介绍 感谢观看